王一博整体节奏把握得非常不错 胡同明帅 非常的危险啊 应该是胡同明自己在 胡同明的一个失误 直接带倒了王一博 这个是我们在比赛当中最不愿意看到的 其实在MotoGP的比赛当中啊 领跑的击分榜 Dovicioso也是在上一战的比赛当中 被对手带出了赛道 非常的郁闷了 王一博现在的赛车似乎是没有办法启动 那么刚才这一下呢 的确应该是胡同明的失误 胡同明进入到7号弯的时候呢 赛车失控 结果带倒了在外弯方面的王一博 王一博的赛车呢 看来是没有办法启动 没有办法重新投入到比赛 非常的奇怪 王一博自己非常的生气 非常的遗憾 因为这真的不是他的错 是胡同明自己的一个失误 带倒了王一博 他的下车真的选择的 有一点点太过貌似太晚了 而且你以这样的速度进弯 其实是没有办法完成比赛 非常的懊恼 仲裁呢要判的话呢 那基本上就胡同明选择 因为当时呢 王一博已经进入到了APEX 他已经率先进入到了弯心点当中 但胡同明 不但是这个时候插入到了弯心 而且赛车还明显失控 带倒了王一博 一博也是非常的生气 其实最后一圈 对最后一圈 其实对于 如果大家都能够稳定的来发挥 这个弯角 其实非常精彩的 最后一圈的真正在我们看到 胡同明的商店选择太晚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正常入弯 所以最后low side掉赛车之后 只能是摔车 把王一博的赛车给缠倒 那好在王一博的这个7号弯 其实在珠海是一个速度比较慢的弯 好在两位舍手都能够全身而退 但是也希望王一博这个在这场事故当中 不要受伤了 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刚才已经看了慢进 更加可以确定是胡同明的权责 他进去 首先low side low side就是指前轮首先出去抓地力 然后转倒 转倒之后呢 是直接把正在外线正常进弯的王一博给带倒 这场比赛 我们没有想到最后是以这样的形式来结束的 因为看看这边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如果两位车手顺利的去完成比赛的话 最后一圈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赛后攻防 这样我们看到王一博应该非常气愤啊 还是想要回到赛道边去质疑 刚刚摔倒的胡同明的这个行为 其实在motoGP的比赛当中 我们也是看到 特别是像多菲西奥索在摔车之后 也是觉得很气愤 为什么你要把我正常行驶的赛车给撞出去呢 而且在除了GP组别之外 还有在moto3的组别当中 积分领跑者也是被对手的一个失误 不摔车给影响波及道的 最后比赛的结果